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香蕉采摘上市的时节也是教农们最为忙碌的时节 香蕉要在七分熟的时候收割转运 这样才能保证长途运输时不会变质 才能让焦农们获得较高的收益 按理这应该是焦农们最快乐的时节 可是近几年海南勒东离足自治县的香蕉 却因为一种病菌的侵害连年欠收 马晓东是这里的香蕉种植大户 最近他发现有几棵香蕉树 似乎也被传染上了这种病菌 这一株就是 这株症状比较明显 这两株都是 这三株都是 叶的边缘开始黄化 再往中乐 上面的叶天还没有变黄 但是它几天之内 就会也会黄化 叶黄了之后它就会干枯下垂 腐烂的根莖 黄色的叶片 这是典型的香蕉枯萎病 这种病是由一种病菌引起的病变 具有令人难以察觉的破坏力 你看这颗胶果 明显感觉到营养输送度上来了 它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输送营养了 这颗胶就废了 这是缓缓靠近香蕉种植叶的 一个灾难 香蕉枯萎病的病原体 来自根部的土壤 据专家介绍 这种病菌是100年前 肆虐巴拿马香蕉产业区的 巴拿马病菌 传入我国后的一个变种 不仅杀伤力强 而且生存力也非常强 它在土壤中的存活期 长达20年之久 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 这种病菌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 扩大着感染面积 重创着全世界的香蕉种植产业 也因此有专家担忧 香蕉将在不久的将来 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的消逝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为植物 建立一个诺亚方舟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植资源库 它的使命就是收集各种野生植物的种植 为它们建立保存活档案 以防止像香蕉这类情况的事情发生 我们前几天从云南的毒人 这样采回了一些芭蕉的种植 然后我们也要对这些种植 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将来也要把它保存下来 就是说这个是野生的芭蕉是吗 对 是的 我看到这个芭蕉 其实跟我们市场买的差不多 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好像很硬的样子 所以就是跟我们平常在市场上见到的 就是还是有很多区别 在几种常见的香蕉中 我们看到野生的芭蕉 从外形上看和人工种植的芭蕉很相似 那么它们的内部会有什么区别呢 我能试着打开一下吗 可以的 煎一个下来看 来 试试 这个手术刀还是可以 里头一看就是有坚硬的东西 是的 对 我的天哪 不满了 可能我们这么一个果给它清理完了 可能有一二十粒种子甚至更多 可以看到 那实际上野生的香蕉是完全不适合吃的 等到它成熟了 也可以吃 但是这个使用价值是还太低了 野生芭蕉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种子 其目的就是尽可能繁衍更多的后代 但为了提高香蕉的实用性 植物学家早在二百多年前 就开始利用野生蕉种质 杂交出五子香蕉 因此我们现在吃到的所有香蕉 都是人工育种的结果 在它们的果肉中 我们还能隐约看到芭蕉种子的影子 这儿还是有痕迹的是吧 对 原来野生的什么状态 它怎么显移以后 它还是会留下很多野生的五种的一些特性在里面 这能成为种子吗 这不能 这不能成为种子 对 人工培育的香蕉 因为缺少种子 已经不具备自我繁殖的能力 虽然好吃 但却存在着灭绝的隐患 目前 全世界种植面积最广 最主要的香蕉品种 被称为华蕉 也是市场销量最大的香蕉品种 单一的品种保证了基因纯正 让香蕉的品质较为稳定 但缺点就是 缺乏基因的多样性 一旦遇到致命病菌时 很容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而实际上 目前在东南亚 香蕉的主产区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致命病菌 如果任其蔓延下去 势必会让香蕉 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因此 世界各地的植物学家 都在积极采取行动 而各种野生芭蕉种子的 收集 保存 培育研究工作 是解决这一危机的重要手段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地处云南地区 植被资源丰富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让科研人员每年都有采集到 野芭蕉种子的机会 我们有一个绰号 叫种子猎人 那么种子猎人呢 就需要像真的猎人一样 要有着敏锐的目光 灵敏的嗅觉 哪里有种子的话 我们的目光就直向哪里 张廷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 种子资源库的采集员 每年 他会和团队成员 花大量的时间 在野外采集各种野生植物的 种植资源 这里是云南省河口县 大维山自然保护区 在这里 张廷又发现了一种罕见的 野芭蕉植物样本 样品采摘后 队员们要把野生种子的品种 数量 野外分布状况 生长环境等 都详细记录下来 这些种子 未来也许就是 培育香蕉新品种 最理想的选择 我们现在的这些栽培 芭蕉也好 栽培的香蕉也好 它其实都是从这些野生种 那边驯化过来的 非常好的育种的一个材料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遗传资源 在西藏的雅鲁藏布江 第一大峡谷 另一个科考队 也发现了一片 野生芭蕉林 这里的芭蕉有点不同 它结出的果实 是向上生长的 并已成熟 因此队员们收集 它们的种子时 非常直接 成熟的芭蕉 不宜长时间保存 只能靠咀嚼 来快速收集它们的种子 在昆明的种植资源库 我们也看到了 同一类型的野芭蕉 还有一样子 对 我们还有根 这也是吗 对 这也是一种芭蕉 今天采到了一个 它叫潮天椒 潮天椒 一般香蕉或者芭蕉 它一般的果实是下垂的 然后这个它这个果实 直接是往上面涨 往上涨的 所以才叫潮天椒 对 可以先去切开看一下 嗯 这个籽也很多 现在要小 对 这个籽子就小很多了 是的 嗯 有淡淡的香蕉 你可以拿一下 嗯 挺甜的 嗯 挺甜的 刚才有的是鸡椒的年 那就是籽太多了 对 这个就是影响口感 那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后天让人工干预 让它更适合吃 而且呢 口感更好 对 对这些熟透的芭蕉 进行种子剥离 相对轻松方便 而要想从尚未成熟的芭蕉中 得到种子 就需要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完成 您那个清理多少人 就做这个工作 14年 14年 您觉得那个最难清理的是什么样的种子 最难的 就是一些细小的 细小的就是跟它跟那个残渣 都分不清的那种 种子清理的目的是 去除杂质 虫柱及发育不良的种子 而不同的种子 清理需要的技巧也各不相同 像芭蕉这类质地坚硬 尚不成熟的果实 在种子剥离的过程中 必须野蛮一些 而有些细小的植物种子 需要借助显微镜 放大几十倍 才能看清玻璃 一般来说 从采集到入库 一份种子通常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期间要经历初干燥 清理 筛选 二次干燥等环节 方能密封包装 之后再根据种子的不同储藏类型 区分保存 那么种子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保存 它们都能保存多长的时间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一般来说 较低的温度 较干燥的环境 能够降低种子 新陈代谢的水平 进而延长种子的寿命 因此大多数的种子 需要保存于低温干燥的冷库 在种制资源库主楼 距离地面六米的地下 隐藏着五个巨大的冷库 这里是由二十厘米厚的采钢板 加绝热材料搭建而成 常年维持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低温 空气相对湿度为百分之十五 进入冷库前 穿戴上预寒的衣帽 方可进入 这些是一个多月前采集回来的 两种野生植物的种子 经过清理干燥 终于能够入库了 这里还有牛老的 对 然后我们的冷库上面 都有相应的位置号 一般小颗粒种子会放在小瓶子里 再集中到大蜜蜂盒中 而颗粒较大的种子 会直接装进大瓶子中 每个屏壁上都贴着编码标签 记录着该物种的资料信息 目前冷库中保存着一万多种 八万多份的野生植物种子 约占我国野生植物数量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五个冷库中保存了一个庞大的植物王国 其实植物的种子约有89% 可以通过冷库的方式储存 但还有11%左右的种子 比较难伺候 零下20摄氏度的温度 依然会损害 因此研究人员为这类韧性的种子 量身打造了一种超低温的保存技术 零下196摄氏度 将一朵鲜花放进这样低温的液氮里 柔软细腻的花瓣 瞬间变得吹弹可破 超低温保存法实际上就是将种子里的胚 金尖等组织取出来 处理后放入液氮 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条件下 迅速冷冻 这样的保存方式 时间更久 成本更低 此外 为了便于研究和确保入库种子的活性 科研人员还要对这些种子进行萌发实验 采用活体方式进行种子的保存 你看这几瓶就是我们前两年保存的一些种子 这个芭蕉的种子 你看现在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小苗了 芭蕉种子培育出来的是吗 对 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小蜘蛛 看叶子也有 有叶子底部也有根的分化 长得非常好 这跟我们外面看到的一个高大的芭蕉树 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对 那这个能长大吗 它可以长大 但如果在这个瓶子里面 植物也是有生长智慧的 因为瓶子就这么大 对 但是它麻穴虽小 它是五张俱全 缩微版的一个香蕉植树 它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吗 也可以的 当然这个也需要后期加入更多的一些研究和探索的一些工作 去尽可能的保存住 让它在这个状态下能够 简单说就是不要产生遗传变异 不要衰退退化 这是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做尝试它 从种子冷藏到部分组织的离体培养 如今西南野生生物种植资源库 还加入了国际生命调形码计划 为生物建立了DNA条形码数据库 这个就是我们的DNA库了 我们刚才在上面那个实验室 DNA提取室 我们提取好的DNA 经过质量检测合格以后呢 我们就会储存到这个DNA库里面来 它里面有很多风格 然后还有这种抽屉 然后我们的DNA呢 就是保存在这样一个个的冻存盒里面 这一个小瓶就是一份 对 这一个小瓶我们就给它是命名成一份 那这个实际上这一个小柜子里 就能储存不少的瓶 对的 这一个盒子可以存储96份DNA的样品 然后整个一个冰柜呢 可以存储8万份 你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装满 目前这里的DNA库主要保存的 是有经济价值 特有边微的植物物种的DNA样品 及遗传信息 而这些信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其实种制资源又称为遗传资源 基因资源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这是对遗传现象生动的描述 也许香蕉抗病菌的基因 就隐藏在基因序列的某个片段中 可以说DNA基因数据库 是保存植物物种的最后一道防线 只要发掘和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 就足以为培育新品种 开辟广阔天地 这也就是种制资源库和科学家 为之努力的意义所在